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经常去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就回来种地 那个时候我特别憧憬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特别喜欢看电视 甚至连广告都看得非常入迷 因为这是链接我和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外面的世界 那个时候朋友请我吃火锅 我才知道有火锅这道美食 那大学的时候 爸爸一个月只给我300元的生活费 我就会去批发手机链 太阳伞去赚钱 觉得自己赚钱还挺自由 我不喜欢打工看别人的脸色 毕业之后呢,妈妈给我讲了一个电商平台 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在那家电商平台 我付出了五年的青春 没日没夜的进货、囤货、发货 整天抱着手机 和家人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好不容易赶上第四年 微商热潮 终于做起来了 但是第五年又面临团队的流失 很多伙伴就是卖不出去货 我自己付出的一切努力也在慢慢瓦解 当我意识到中间商不能长久的时候 我想起了我的推荐人 因为支持他 我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美乐家产品 特别是故意能柠檬味固体饮料 很好地缓解了我的胃部不适 当他告诉我 美乐家这份事业 不用囤货 不用销售 人人可为 人人可达 你的努力可以被累计 而且看着他从微商转型美乐家这么成功 我决定正式开始经营这份事业 刚开始转型的时候压力非常大 离开了五年奋斗的电商平台 很多人都说 魏琳娜是不是疯了 都不看好我 为了争这口气 我全身心 铺在了美乐家的事业上 甚至刚开始的时候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其余时间都用在了经营 那段时间 我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新顾客的名单 持续邀约 我并没有主动地借助 以前电商平台的任何资源 完全彻底地归零 不断地努力 让我把这份事业做了起来 同时在推荐人和业务辅导的帮助下 做好开箱跟进 不断地培育低 让我一路坚持 达成了一滴八 其实以前我的性格很悲观 不太愿意跟别人讲 我是灵异家庭的小孩 跟爸爸妈妈的家庭 沟通都比较少 只和奶奶亲 有时候在想 如果奶奶不在了 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 怎么办 我就会躲在被窝里面悄悄哭 但经营了家之后 我发现我的性格 越来越乐观了 当自己变得更强大后 当帮助了更多伙伴 改变生活后 当老家的亲戚 因为美乐家这个共同话题 感情越来越好后 我觉得自己现在 这种生活状态挺好的 有两个爸爸妈妈疼 还有这么多 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奋斗 现在的我有能力 把两个家庭都照顾得非常好 爸爸不用再辛苦地 搁麦子了 可以雇人帮忙 妈妈开了八年的车 保险叙述不好 我也会帮她换更好的 奶奶每天使用 美乐家鱼油软胶囊 和护心仪纳豆软胶囊 过着健康的晚年生活 不管你的出身 背景 环境 是什么样子 在美乐家这么好的平台 就像我这样 只要通过努力和坚持 完全可以实现 自己想要的生活 现在的我不会停下努力的脚步 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伙伴 需要我的帮助 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梦想成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